接下来我们看一个例子 赌博的例子 基本上其实几率的起源是来自于赌博 要算每一种牌赢的机会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21点 讲这个MIT一群数学很厉害的跟老师 去如何在Las Vegas赌赢这样子 那我们假设一个玩者他有一块钱 然后呢每一次这个游戏的时候赌博的时候赢一块钱 他的机率是P 那或者是失去一块钱 他的机率就是一减P 所以呢我们利用这个所谓的状态转移数 如果一块钱赢机率是P到两块钱 那或者是说那你就输了 那如果呢你呢没有钱 那你就结束掉破产 那或者是说呢如果你一直赢 两块钱然后赢的机率是P 然后到三块钱 然后呢累积的时候你也不玩了 你就见好就收 那基本上呢这一个游戏呢 也就是你明天的状态只跟你现在手上有多少钱有关 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马可夫链 然后呢你这个状态呢代表你现在手上持有的钱是0123 那这个呢是他的转移矩阵 然后这是他的转移矩阵图 所以呢如果呢你是0 你就还是转到0 没得玩了对不对 那如果3还是转到3 那如果呢你是1 有可能转到0 有可能转到2 那如果呢你是 就是这个2 有可能转到1 有可能转到3 所以基本上呢 你就可以用马可夫链来描述这个赌博 当然啦如果你赢的机率呢 一次赢不是1块钱而是2块钱 你的状态转移 机率就会改变